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是想記錄一下帶小吉去看醫生 大家放心 當你們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 小吉已經好很多了 你看他已經可以坐在那裡 舔也沒有 所以他沒事的了 好慘啊 大家看看這隻貓仔 沒有來精神 他已經有兩三天沒有吃東西了 本來前一兩天都肯吃零食 但今天他連零食都不肯吃 所以情況真的很嚴重 我們就立即拍了即日晚上去看醫生 小吉病了你知道嗎 你不去探望小吉的 小吉在哪裡啊 原本我有兩個獸醫的人選 一個就是以前看開小吉的 另一個就是看Chopper的 但現在正在聖誕節 他們真的針刀插不進去 所以我訂了第三信位 今晚8點半就可以看了 唉 真是不知道他有多不舒服 還有不知道病情會不會突然惡化得很快 所以我不會拖到聖誕節之後 才帶他去看獸醫 喂 小吉不舒服你也沒心機啊 是不是啊 小吉就是今天連續兩次 吐了這些黃膽水 超黃啊 這麼久以來都沒試過 所以就要立即覆獸醫 我打算餵小吉喝少許水 已經血流成河了 又弄損了 這些就是貓奴的生活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哎唷 入袋袋 入袋袋 乖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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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好乖啊 是不是啊 哎唷 哎唷 你怎麼了 但他沒有小過mail得那麼多 那一上車就從上車到下車 是不是啊小吉 喵 是呀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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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斤 哦 你跟她說不用不緊張 是不是 你看你現在的樣子壓到扁了 整個饅頭似的 出來吧 不怕了 只是醫生來的 沒事 沒事 哎呦 不怕 不怕 哦 不走 不走 是啊 是啊 我們在這裡 來來來 哦 沒事 沒事 乖 哎呦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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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們回家了 看完醫生了 小吉有三種藥 第一種是紫藕 然後就是抗生素 燒鹽藥 還有呢 這個是餵藥 所以現在呢 就要打大佬了 因為那些藥不是整顆吃的 所以呢 就要把它切一半 放在這些藥機上 好了 那我們現在神聖的任務呢 就是餵藥了 其實我都很多年沒有餵過小吉吃藥的了 希望還是成功了 你惡都沒用的了 惡都要吃的了 蛤one 雖然傷勢不太重 少吉你手下留情 明天再餵藥的時候 不要再咬我 知不知道嗎 你要快點康復 你又要看醫生了 是不是 你小時候來過這裡 你記不記得 你小時候又是病 來過這裡 認不認得 好嗎 醫生幫你做手術好嗎 不怕不怕不怕 沒事吧 我們今天 過來看你好嗎 小吉做完手術就要住院2-3天 然後吊一下鹽水 因為他都很多天沒有吃東西 不夠營養 有些脫水 也想傷口買得好一點 所以接下來 也要多住一會才回家 我先去探討一下 再更新一下小吉的情況 你看到 是素環 還要頂著一顆大的暗妝 我真的沒有心情去化妝了 好了 我們先去找小吉 其實 家醫院跟我家的距離有點遠 但是 沒辦法 這裡是24小時 我覺得 對小吉來說 有些人照顧他 好過我有些診所 可能晚上沒有人 又不知道他情況是怎樣 所以 唉 小吉 你怎麼樣 你做完手術的肚肚是怎樣的 哇 剃了毛毛 很肥美 你要在這裡住兩天 喂 你幹嘛不看我 我很遠地過來探望你的 現在很流行 你不就當這裡酒店住幾天 對嗎 對 哈哈 酒店來這裡 酒店的價錢 酒店的服務 24小時有人看著你 五星級的家 你現在有暖煎 有開暖氣 沒問題 對 比家人更舒服 對嗎 一場來到和大家介紹一下小吉的私家醫院房 有獨立房 然後 因為他很久沒吃東西 所以在吊鹽水 手術之後 又要禁食 希望明天就可以喝水和吃點東西 那這個肥磚呢 他這間房是有風景看的 真的很貼心 不是一個蜜籠的地方 但是沒有室友的了 全部都是自己的 好 我之後再來探望你 明天就到爸爸了 拜拜 拜拜 醫生在小吉的肚子裡 就是找到兩顆飄浮的東西 現在這裡是一顆來的 另一顆就拿去化驗 但是他說他做了十幾年手衣 是沒見過這一類型的東西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個情況 究竟這顆硬的 不是軟的 是什麼來的呢 它又不像果實 醫生說不是消化系統裡面的 唉 究竟小吉在肚子裡面 這麼肥 隱藏了什麼秘密呢 今天是聖誕節 小吉已經大陸人沒有吃東西了 所以我也很擔心 我又想不到什麼方法可以幫他 然後之後 我昨天又在想 究竟他是不是 我令到他啪啪的 喊了一刀 我現在很養 但是我也很想讓大家看看 究竟這個動物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 我跟小吉的互動一定是 沒有初排那麼多 但是 始終養了八年 他也是我的家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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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是 是謀跨派還是什麼 總之我很擔心 因為 因為小吉都是一隻 很健康的肥貓 那 我都很希望可以快點完成整個項目 因為從頭開始我都是想著記錄一下小吉病了 我以為是很小事 我希望可以快點 他康復了 拍到他活潑吃東西的樣子 給大家 那 都好像可以證明我這一段哭的片 很白癡 哈哈 剛剛我們去了買小吉 喜歡吃的一個零食 現在 應該就不可以去探小吉的了 因為 今天爸爸去了 那我看看姑娘可不可以 著情去看一看他 哄一下他吃東西 然後再跟醫生說兩句 就 其實沒有特別的了 還有我帶了小吉本身呢 他吃開的糧 還有一些他喜歡吃的東西 那希望在醫院那裡可以有快一點點胃口 那今天呢 除了我之外呢 對了 聖誕節啊 這個小吉都去探望小吉 雖然他好像不太知道什麼事 還有沒有理過小吉沒有回家幾天 那但是呢 他有得出街都覺得很開心 包起來好不好 好啊 好啊 開心到吃了 是不是啊小吉珠 唉呀 初陪你遲些才回來好不好 不回來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是啊 這裡是隧道來的 哈哈 你這麼好奇的嗎 哈哈 哈哈哈 是啊 哎呀 初陪都很喜歡搭這些車車的 哈哈 哈哈 你回了家了 你看 鼻鼻現在沒有那麼紅了 快點吃東西吧 你有沒有喝水水 不如我給點水水來喝好不好 小吉正在後面休息 所以我把我的背景進來拍攝 這房間超級無敵的 其實這個櫃桶是小吉平常都喜歡進去的 所以不是這次她做完手術 特地讓她休息 用來閉關的時間 這次這段影片真的完全沒有預計 為什麼一開始我會拍小吉第一次去看醫生呢 就是因為小吉很少病 她現在8歲多 其實這麼久以來她試過肢氣管炎一次 住院兩三天 在2014年 健健康康肥白白的 渡過了這麼多年 我沒想過整件事會這麼複雜和嚴重 就是因為拍了第一條影片之後 我就想不如繼續拍完她 結果又做手術 然後又繼續 可能不太肯吃東西 你去哪裡啊 對 你又要跟大家說Hello 這個不能吃的 是不是 你又去哪裡啊 對不起 好了好了 在門口快點說完 其實這次拍了她的原因 還有會剪出來 是想表達給大家知道 其實養寵物不是一件 只是覺得很可愛 看上去很可愛 很多互動的時間 很開心 好像整件事很美好 但你享受和她們開心的時間之餘 你都要承受她們不舒服 或者她們有什麼事的時候 除了要花心機 花時間 花很多錢 真的要有一個儲備基金 萬一有什麼事 是真的好用 這次其實比我想像中便宜了 因為醫生本身一開始說的時候 不知道手術的複雜性 一開始可能是開刀拿些東西出來 花回去就可以 或者是她中間會不會有些器官有問題 然後再去補救 總之 手術的範疇就是 由一萬元至二萬五元不等 之後她又要住院每日二千元左右 然後一開始檢驗很多東西 還有那個醫生的討論費 我們是預算了三萬多元 但是最後就二萬一千元左右 藉著今次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照顧一個病座 雖然可能一起住了很多年 她又不太理會我 和我又不是很親密的 但是真的會很心痛 身心疲累 她不吃東西的同時 我也沒有胃口吃東西 然後她住院的時候 我晚上每個小時都會窄醒 然後看一下電話 因為很怕她 中間會不會有什麼 以外醫院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是聽不到的話 就很大件事 所以就一直睡得不好 所以大家看到我 我這麼多天裡面 其實樣子都有點殘 然後沒有化過妝 沒有擦過任何東西 因為沒有心機去做 然後還要衛藥 對 Chopper衛藥就是天使 但是小吉真的 衛藥是比較難一點 但是沒有選擇的 養寵物要一隻很乖巧的 吃藥容易的 不會病的 健健康康的 最好有長命的 容易照顧的 這樣的話 可能真的養Hello Kitty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真的不要想養寵物 因為他們特別是小吉現在不舒服 我也不可以感受到 究竟他開完刀之後 有多麼不舒適 他有脾氣是正常的 他平時已經不太有錢了 所以他再生病的時候 他有這些脾氣 我覺得是要包容要接受 對 不可以怪他 不可以罵他 所以他都不想 特別是 他 他的這一刀是 我去決定 不是 不是他說 姐姐我想開刀 或者有什麼不舒服 是我們看完這麼多東西之後 我去決定要去開他這一刀 他是因為我才 才去捱了這一刀 所以 他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所以我不可以再這樣 傷心 我不開心 他都會感受到 我特意不畫眼線 特意不畫眼妝 就知道我有機會會這樣 因為 我每次想起 一是 我去做這個決定 我也覺得很對不起他 比我想像中 是 很難去過自己的心理那關 Anyway 小吉現在已經是 努力康復著 我們都 會一直陪著他 不會讓他一個人在家 還有 Chopper也去了男朋友家 很感謝他 還有他家人幫我看著Chopper 因為不想Chopper 雖然平時他們都不會打架 但是 我想給小吉一個更好的優養環境 讓他的心平靜一點 不要讓狗反著他 不要緊 你不會去要求 人都不會說 手術後 三天就 會走會走 他現在還跳到 跳上跳下 問過醫生 醫生是說沒有問題 醫生是說不用混籠 還有不用戴頭罩 小吉都很乖 沒有留戀傷口 還有他近線 我看到每天都有 所以我肯定打開圖 去檢查一下他的傷口 都是很帥的 所以 等 大家 應該我剪這條影片的時候 他會再好一點 我也沒有心機去拍這麼多影片 所以這條影片 都唯有剪了 今個禮拜擺出來 讓大家看看 究竟我這個聖誕節發生了什麼事 原本我打算拍聖誕Vlog 然後去長洲 跟初拍過生日 然後做什麼 去朋友家玩 整個計劃就沒有了 對 長洲也沒有進去 大家如果想養寵物的話 可能這條影片 會讓你再考慮清楚多一點 如果你也是在養寵物的話 你的寵物又曾經不舒服過的話 會新同感受 大家免費看的 多看兩次 不要跳廣告 幫忙補一下那些醫藥費 其實不用覺得 為什麼 原來養寵物的醫藥費 一炮過這麼貴 不一定的 Chopper就沒有做過這些大手術 但是他出入獸醫診所的次數也不少 兩個是對等的 現在差不多了 Anyway 那 希望大家 和小雞加油 希望我們快點康復 做回健健康 肥肥伯伯的貓仔 之前驗血的時候 看他的指數 我是有點驚訝 驚喜和驚訝 因為我打算他這麼肥 應該 可能肝 腎 都 有一點超標 人都是一樣 這麼肥 可能有些三高 但我沒想過他的指數 是這麼靚仔 是一隻這麼健康的肥貓 因為 7公斤了 你知不知道他整包米這麼重 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我沒想過 小吉第一次做一條片的主角 竟然是他病了 還有這麼大件事 我也覺得 心很痛 大家看看 剛才被我趕走了那隻貓仔 很猶然 自得的坐在那裡 你看他的大肚腩 這就是他手術後的疤痕 之前就在醫院給大家看過 現在康復程度 不看不看不看 不要用屁股擋住我 好了好了 現在就是這樣 哇小吉好聰明 你吃這個嗎 那姐姐先進去買多點好不好 哇 好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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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蘋出úde